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講的是 耶魯最受歡迎的 金融通識課的讀書摘要 耶魯金融學終身教授 全球十大華人經濟學家 農作二十多年研究及長春藤明校授課精華 古時候會賣妻賣女 為何不把丈夫賣了 房價貴到不吃不喝也買不起 政府怎麼還不下重手管制 Amazon燒錢燒得太瘋狂 借錢來花也能變成世界首富 金融不只是工具 更是思維模式 從金融角度來看世界 你會發現習俗、文化、婚姻、財富與投資的邏輯真相 在資訊焦慮的年代 你就是看透一切的明白人 你所追求的財富與自由都要從搞懂金融開始 無論你是學生、上班族、創業者還是大老闆 都需要認清財富本源、升級認知模式 本書從金融的歷史入手 透過你我熟悉的養兒防老 儒家理髮來深入解析金融對一般人的意義 在透過借貸、現代公司制度、商業模式等方面 逐步解答金融可以讓人更加自由的原因 讓人能深入瞭解金融背後的理論基礎和邏輯 文書文字通俗易懂 沒有公式和金融模型 卻能從歷史角度和量化分析視角 來幫助讀者建立金融思維 以經濟眼光來看待這個世界的運轉 基本幫助普遍大眾認清財富本源 學會用金融思維看懂世界的金融通事書 關於傳統 逆維 儒家強調 父慈子孝 兇有地公 夫益富順 是希望人人只要遵循三綱五常 就能創造老有所養 又有所依的太平社會 所以人不能忤逆不孝 否則就會 倫常失序 天下大亂 金融告訴你 古代沒有勞保退休金 老了只能靠兒子養 養兒媳婦來防老 這是一種金融操作策略 有了現代金融後 人人可以透過各種產品 安排老後生活 再也不需要把子女媳婦綁在一起 人生也變得更加自由平等 關於借錢 你以為借錢來花是貪圖享受 不知節制的表現 年輕人要亮入為初 不能當個月光族 銀行 高利貸 都是襯人之為的黑心商人 這種不義之舉 要用力譴責 大力撻伐 金融告訴你 借錢來花 只是把未來的收入 挪到今日使用 不僅可以讓你更上進 還能把人的幸福感最大化 高利貸也應該要 包養獎勵 他們可是把錢充分分給 需要的人 而且好好保護他們 借貸利率才會變低 關於社會 你以為 人與人 往來 如果只談錢 只講利益 人只會越來越現實 道德也越來越敗壞 盜匪 瀟小等各種犯罪 因此更發橫行 最終造成 人心淪喪 治安敗壞的社會 金融告訴你 活絡的金融商業體系 讓需要錢的人都能透過正當管道 獲得資源 不必因為生活匱乏 最終被迫 停而走險 金融越發達的社會 治安反而越好 法治也更健全 關於股票 你以為 看懂財報 搞懂公司大麻煩 跟著人買 聽老師的話就對了 越多人買會越找 人多的地方才安全 金融告訴你 湊熱鬧往往只會 血本無歸 熱門股大多都是 炒出來的 價格往往非常離譜 在瘋狂的高價位買入 不虧才怪事 本書特色 耶魯金融學 終身教授 全球十大華人經濟學家 濃縮20年研究 及長春藤名校授課精華 幫你養成 金融思維 處理財富 愛情 事業 人生等問題 揭開富有又幸福的秘訣 金融就是你我的生活 不只是數鈔票 炒股票的 金錢遊戲 更是人生中 最尋常的 最尋常的點點滴滴 不必計算 複雜的數字公式 沒有難懂的 尖色名詞 搞懂金融 就是這麼簡單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陳智武 美國耶魯大學金融學 中生教授 榮獲 莫頓 米勒獎 2006年 被華爾街 電訊 評選為華人 十大經濟學家 獻授聘於香港大學金管學院 擔任經濟學講座教授 與亞洲環球經濟研究所所長 專業領域為 金融理論 股票 期貨和 期權市場 以及 宏觀經濟經濟史 左右 金融的邏輯系列 財富的邏輯系列 24堂財富課 與女兒 談創業的暢銷書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點擊下方的連結購買 歡迎按讚訂閱 分享並開啟小鈴鐺 掰掰